《解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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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友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是繼續跟大家學習這個安樂集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解脫的路》 《解脫的路》 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看 道綽大師說 《解脫的路》 《解脫的路》 問得一句話 簡單是說明 我們今天在五族二世 在現代末法時代 其實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靠我們自己修行解脫的 因為如果說 今天你要在這個世界解脫 一般法門都是要講究斷煩惱 魄無明 所以在其他法門 並不是說 我今天拜拜燦 遲遲咒 送誦經 幾個小時就當作教功課的 不是的 那些只是方法而已 並沒有達到目標 一般的法門必須借用這些方法來斷煩惱 魄無明 要不然 就不能叫做修行成功 還要繼續在輪迴裡面受苦 各位 我們先不要講別人 我們先反省事急 今天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說 我們 以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有辦法做到斷煩惱 魄無明的程度嗎? 我們看現代的人 頭腦想的 都是談戀愛 結婚 成家 要不然就是拼事業 再不然就講究生活 健康 保健 保養 吃喝玩樂的 各位 你們想想 你們一輩子 是不是花了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這個事情上面? 是啊 如果說你平常不是想這些事情的話 你早就出家了啊 現在為什麼不能出家呢? 講得白話一點 就是喜歡世俗的東西嘛 那請問這個樣子 我們怎麼樣斷煩惱呢? 老實說 就算我們今天出家 想要斷煩惱 也還是斷不了的 因為龍樹菩薩就比喻說 現在要靠我們自己斷煩惱 成佛道 就好像你要有那個能耐 把三千大千世界扛在身上一樣 甚至比這個還要重 那我們今天行嗎? 現在不要講扛三千大千世界 我們普通人扛極包迷都扛不住了 在社會生活 一壓力 家人一吵 又開始什麼抱怨 憂鬱症 恐慌症一大堆了 所以今天 還要我們斷煩惱 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為煩惱已經跟著我們的無量節就太久了 好像現在的人喜歡玩手機 這個喜氣 其實也才不過10年 最多20年 那如果現在 突然有一天 這個手機全部都不能用了 那人肯定會過得很辛苦的 是不是 各位? 如果現在的人 你不給他玩手機 請問他的生活能夠過嗎? 你看 早上起來 看手機 吃飯 也要看手機 坐車 坐地鐵 還是看手機 真的是機不離手啊 所以如果沒有手機的話 現在人真的會死掉啊 就被綁住得太緊了 各位 你們想想看 你們現在的生活 是不是被這個手機綁到死死的? 請問你們現在哪一天是沒有用到手機的? 聽說在美國的醫學保險 還要把這個玩手機 玩電腦 玩上癮的病 變成其中一個可以Claim保險的病 就是他玩手機 玩到上癮了 控制不住 變成一種病 他們可以拿保險費來報銷 各位我們看 這個喜氣就是才幾年的時間而已 但是都會上癮哦 他們都會自己控制不住 那各位 我們眾生的煩惱是生生世世就跟著我們了 那怎麼可能靠我們這一生 短短幾十年就斷得了呢? 我們就算學佛很久 能夠過簡單的生活 但是各位 講到要斷煩惱還是做不到的 因為你斷了煩惱 你就是阿羅漢 再進一步破明 你就是菩薩 無明全部清乾淨 你就是成佛 那請問 現在誰達到阿羅漢 菩薩 或者佛的標準了呢? 各位 你們現在真到哪一個國位了? 講老實話 今天在我們這個世界 就算出家到一百歲 都不可能做得到的 老實話很不好聽 但是它就是事實 那怎麼辦? 做不到你要繼續輪迴 就會繼續受苦 你這一生遇到很多的苦 下一世還會繼續 這一生遇到剛好今年 你看 2020 年病毒傳播 以後你輪迴更多 那怎麼辦? 都做不到斷煩惱 所以有些人聽到這裡 才會發現大事不妙啊 但是各位 我們講的 華人一句話說 柳暗花明又一春 自於死地後生 就是說 當我們遇到結露的時候 搞不好就是有出路了 這個出路 就是剛才道綽大師所講的 唯提西夫人遇到的事情 相信大家每次聽我講 應該都會認識這位唯提西夫人才是 這是《觀經》記載的故事 也是佛門裡面很有名的故事 綽提西夫人是當時印度其中一個國家的王后 她的先生是國王 那有一個孩子叫做阿史士王 大家應該有聽過的 但是這位王子 阿史士王 因為受到提波達多 就是破壞佛法的出家人提波達多的影響 她就慫恿這個阿史士王的篡位 就是把自己的爸爸 國王害死 她自己要當國王 可以說 是親生孩子殺了自己的爸爸 而且也把這個媽媽綽提西夫人關了起來 本來阿史士王是連媽媽都要殺死的 但是要被人家阻止了 因為他們說 歷史從來只有殺爸爸 沒有人會殺媽媽的 所以各位 我們男眾是很吃虧的 你被人家殺死 還會覺得很合理 但是女眾就不可以 不過當時也是因為在印度 女眾是屬於比較弱的群體 加上是自己的媽媽 所以怎麼可以傷害這麼弱的媽媽呢? 就講不過去嘛 所以阿史士王 他就逼不得已 就把媽媽綽提西夫人關了起來 沒有傷害掉 這就是膩苦的緣 就是綽提西夫人遇到這樣子親生兒子的慘事 所以我看到這個公案的時候就在想 有時候聽到蓮友說 師父 我的孩子很不聽話 但是各位 至少你們現在還可以過來跟我講話啊 還沒有遇到像這個被兒子關起來的事情 綽提西夫人的先生是被親生兒子給害死 自己還被親生兒子關了起來 你這個苦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是醉疼這個兒子的 阿史士王也是他們唯一 也是晚年才得到的孩子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他那種心痛是沒有辦法說的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道綽大師就說 就是遇到綽提西夫人這樣子痛苦的姻緣 所以釋迦摩尼佛 他就把阿彌陀佛介紹出來了 就像當時綽提西夫人和所有的眾生 要念佛到阿彌陀佛的淨土去 因為我們眾生其實就像這位綽提西夫人一樣 要說在我們這個世界斷煩惱 這個對我們凡夫來說是做不到的 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 恐怕只有煩惱越來越多而已 是不是? 所以做不到斷煩惱 唯一的出路就是念佛到阿彌陀佛的淨土去 因為阿彌陀佛 他就成就了一個美好的淨土 極樂世界 那個世界跟我們這裡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這裡惡緣很多 你看 像綽提西夫人還遇到家庭的苦 還遇到提伯達多惡緣的苦 種種的 雖然綽提西夫人她是王后很有錢 但是還遇到這些過不去的苦 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不如意的地方 但是在阿彌陀佛的淨土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阿彌陀佛的淨土 每天 每時 每刻 都是一番風順的 所以佛就說在那裡沒有痛苦 只有安樂 安心 快樂 乏喜 所以才叫做安樂世界 到那裡 我們自然就沒有煩惱了 本來 我們在這個世界有煩惱 但是到了極樂世界 自然變成沒有煩惱了 享受的 都是永恆自在的安樂 乏喜 而且 在觀經 綽提西夫人這個姻緣 佛就給我們講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案例 各位 你們覺得 觀經裡面哪個案例是最驚天動地的? 觀經裡面 最驚天動地的案例 就是五逆十二念佛滅罪 得生淨土的事情了 是不是? 這個案例 可以說是最讓人吃驚的 因為講到這個五逆十二的人 他又不是無界十善 一般的人以為說是好人 還是大修行人 才可以到淨土的 但是佛說 連五逆十二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都能夠消掉八十億劫的罪 受命到的時候 他就一瞬間 得生極樂世界 那這個就太驚人了 因為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樣啊 怎麼這個五逆十二的人念佛 佛也救他呢? 其實講到根本 就是因為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嘛 所以道綽大師說 故能假欲苦緣之開 出入豁然 就因為唯提西夫人的因緣 所以從此 我們眾生得度的路 就通暢無主 大開特開了 本來之前 你看 我們看到其他法門的標準 要求要斷煩惱 這條路 我們越聽越窄 窄到沒有希望 因為都做不到 但是轉到觀經的時候 佛竟然說 無逆十二念佛得度的例子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今天 如果連無逆十二的人念佛能夠得度的話 那請問誰還不行呢?是不是? 其實 在觀經之前 佛就已經給我們講了這個《無量壽經》 在《無量壽經》裡面 始終有一個問題 它是卡在我們有些人的心理過不去 也是我被不少人問過的 那就是阿彌陀佛第十八月裡面所講過 阿彌陀佛第十八月裡面就有講 佛就說 凡是念佛的人都可以得度 就算最後他只有念十神的佛號的人也可以 但是 就除了那些 武逆 誹謗佛法的人的不行 所以不少人看到這一段就問我說 甚至一般人看不懂的 他們看到這一段就真的以為說 阿彌陀佛是不救那些無逆 誹謗 正法的眾生 就阿彌陀佛的慈悲 它好像堵住了 卡住了 沒有通 直到《維提西夫人》這個觀經的因緣 阿彌陀佛的慈悲可以說是完全的打開了 因為佛在觀經最後就說 五逆十二念佛得度的例子 就是連最後一個 本來認為不行的眾生 五逆十二都可以得度 但是 《無量壽經》跟《觀經》這兩段 好像衝突的經文又怎麼理解呢? 怎麼一不講可以 一不講不可以呢? 善導大師就解釋說 其實佛在《無量壽經》講的排除 無逆辦法 不是說真的排除 那是一種慈悲的意志 就好像爸爸媽媽跟孩子講話一樣 爸爸媽媽有時候為了孩子好後 他們會把話講得重一點的 但是 也不是說真的有那個意識 像有時候 父母會說 哎呀 你再壞蛋 我就不給你飯吃 你在貪玩 就不給你回家 但是如果說 孩子還是一樣的搗蛋貪玩 難道說他們就會被餓死嗎? 難道說父母真的不讓他們回家嗎? 那也不會啊 所以 父母說的重話 只是父母對孩子一種愛的勸道 擔心這個孩子太頑皮 他會傷害自己 所以就把話講得重一點 那如果說有一天 真的這個孩子犯到了 爸爸媽媽還是會照顧他了嗎? 這就是善導大師所講的 阿彌陀佛的慈悲意志 在《無量壽經》說 《無逆辦法》的眾生不救 是因為擔心眾生犯到這個《無逆辦法》 因為《無逆辦法》的罪 畢竟是最嚴重的 以世間來說 它是非常殘忍的事情 你犯了無逆 對自己 對他人 其實都是悲劇 你看 像剛才阿死世王把自己的爸爸害死 就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啊 而且 阿死世王犯了這個重罪 他晚年的時候 全身都爛掉了 當時 他已經是國王了 但是 怎麼醫呢 都醫不好 就是說 無逆辦法的業障 它特別的重 所以佛 祂有慈悲的意志 就說 你不要犯到無逆辦法 你犯了就不管你了 那真是一種慈悲的語言 就希望說 我們不要犯到傷害自己 所以才說 為主 無逆 誹謗 正法 那這個跟警察講話是不一樣的 因為警察今天跟我們講不可以犯到的事情啊 像不可以喘紅燈 不可以犯法啦 那是真的不可以的 你中了 就是要罰款坐牢的 沒有得迴轉的 但是 爸爸媽媽跟我們講不可以的就不一樣 爸爸媽媽跟我們講不可以的事情啊 它是一種愛的表現 所以善導大師就說 佛講的 圍處無逆 誹謗 正法 就像父母的那一種 它是一種慈悲的意志 慈悲的勸告 那如果說到最後 還真的有人還是犯到無逆 犯法 像阿十世王犯到了 這時候 佛就說 就算無逆十二 犯法的人 念佛照樣可以消夜得度 不是說 那真的就沒有救啦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 阿彌陀佛還說不救 那這個不就是太過殘忍了嗎? 各位 你想想 好像現在有一個小孩子 他玩皮 玩火 把自己的屋子給燒了 自己被困在裡面 但是 救火員就說 明明以前就告訴你 不要玩火了 結果你還玩 你不聽話 我不救你了 讓你被火燒死 算了 各位 請問你會這樣子嗎? 當然不會啊 這時候 救火員還是會救的 因為救人 就是不講什麼道理的 相同的 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就是這樣 如果這時候 阿彌陀佛還說 不救無逆十二的眾生 還說 念了佛 還被地域的大火給燒死 那你這樣講話 就把阿彌陀佛的慈悲給毀掉了 但是 各位 現在真的有些人 就是要把阿彌陀佛給毀掉的 為什麼? 因為明明阿彌陀佛只有說過 圍除無逆 誹謗 正法 就只有講過這個 結果有人就自己加 他又加了一個 圍除婚禮的不刑 提升條件了 本來只有無逆辦法 現在變成不能昏迷 你昏迷了 阿彌陀佛就救不到你 過後 又有些人覺得還不夠 他又在家 就說 圍除不會做人的 也不可以 從無逆辦法變成要五戒十善要會做人 從無逆辦法變成五戒十善 從阿彌地域變成要忍天善 一下子把阿彌陀佛的條件提升到一百倍 就說 人都做不好 你沒有資格念佛 他自己就多加一條 你要先學會做人 過後 他又覺得還不夠 說 還要看破放下才可以 所以又說 圍除不能看破放下的都不行 各位 你要知道 看破放下的人是阿羅漢的呢 他竟然把這個當作阿彌陀佛的條件 越加越高 最後 有些人直接說要發菩提心 成為大菩薩 你要跟阿彌陀佛一樣 發這個四十八願 各位 阿彌陀佛花了無量劫成就的四十八願 結果 現在有人直接要求念佛的普通人也要發 要變成跟阿彌陀佛一樣 要不然 當然念佛就不可以 從佛講的 圍除無逆誹謗證法 但是現在 竟然有人自己加 還加這麼多 所以說 末法的眾生看得懂佛經嗎? 他看不懂的 他看得懂文字 不代表說他看得懂佛經 佛是從你看 有條件變成沒有條件 本來在《無量壽經》說 圍除無逆誹謗證法 但是到最後 觀經也把這個給刪掉了 唯一的條件也給他刪了 那是眾生 是從一個條件變成更多的條件 他做的事情 跟佛是倒轉的 也不能怪這些講錯的人 因為他畢竟不是阿彌陀佛啊 他根本不了解 阿彌陀佛的慈悲是怎麼樣的 我們看《觀經》裡面所講的 就是說 阿彌陀佛的慈悲是大慈悲 不是叫慈悲 是大慈悲 父母有時候對自己的孩子還是有一點條件的 甚至只有對自己的孩子 對其他人的孩子 就沒有了 但是 阿彌陀佛的大慈悲就不是 大慈悲的定義就是沒有條件 射受我們一切的念佛人 也有經典說 這一段是記載對阿始世王講的話 就是說 佛的慈悲 還是特別照顧那些業障深重的 這不是說不平等 而是因為業障深重的 本來就特別需要佛的照顧 是不是? 就好像生病的孩子 他就需要父母的多照顧一樣嘛 所以古大德 偶益大師也說過 所以偶益大師就說 阿彌陀佛他是冤親平等的 冤親平等就是說 那些平常常常到寺院清淨三寶的人 這些都是跟佛很親的 還有那些從來沒有接觸過佛法的人 甚至是破壞佛法的人 可以說跟阿彌陀佛是死對頭 是冤家 那現在 不管他是親家還是冤家 只要接觸到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 阿彌陀佛還是一樣平等 攝取 救度 所以各位 阿彌陀佛其實並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法官 警察還是閻羅王的 警察還是閻羅王 他是專門做壞人的 但是阿彌陀佛不是啊 阿彌陀佛的出現 就是無條件 救度 一切的念佛人 這些念佛他都救 不談其他的 但是有些人聽了可能說 哎呀 師父 這個不合理啊 怎麼地獄的眾生也要救呢? 應該讓那些眾生下入18層地獄 永不超生才對 其實 各位 這些都是傲慢的心態 都是煩惱的眾生才會講出來的話 你們想想看 如果今天這個地獄眾生 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還能夠說出阿彌陀佛不要救他 讓他墮地獄這種話嗎? 自己的孩子的時候 這時候講不出來啦 所以現在的人 頭腦想的都是人家的孩子可以下地獄 但是只有自己家的孩子是阿彌陀佛反而特別要照顧的 那這個就是煩惱的眾生才會做的事情啦 佛不是的 經典上就說 阿彌陀佛就像我們念佛人的父親 阿彌陀佛是把我們每一位念佛人 都當作是自己寶貝的孩子在照顧 那現在寶貝孩子要爸爸救命 爸爸怎麼可能忍性不救呢? 對不對? 所以當然念佛是沒有條件的 連五逆十二的人可念佛都可以得度 這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所以道綽大師就說 出入豁然 就是觀經 唯提西夫人的因緣 就直接把阿彌陀佛慈悲救度的路完全地打開 完全地打通了 是啊 連五逆十二棒法的人都沒有問題 那請問 現在誰念佛還有問題呢? 難道說現在不知數 念佛就不行嗎? 難道說你念佛有妄想的就不行嗎? 不知數有妄想的 難道比這個五逆十二棒法的更加嚴重? 各位 五逆不只殺人啊 而且還傷害父母 聖人 佛陀等等的 那我們念佛人 平常才頭腦打妄想而已 那這個還說 比殺父母 害佛陀還要嚴重 請問這個怎麼講得過去呢? 不是說 不知數隨便打妄想 亂想一通都不要緊 我們出家人 學佛的人 當然希望我們大家都好好的 但是 這個不是阿彌陀佛度我們的條件嗎? 阿彌陀佛又沒有這麼說 甚至佛說的 五逆十二念佛人都可以 所以 我們凡夫往往擔心的 什麼業障中 煩惱中 不能往生淨土 其實阿彌陀佛看到都會搖頭啊 阿彌陀佛可能心裡就想啊 這個再重的我都能救啊 你這個小事呢 還瞎擔心的 好像 我們講一個外科很有名的大醫生 外科大醫生就是動過無數手術的嘛 很有經驗 很厲害的 結果 一個病人 他才割到一點點的傷口 他就擔心說 這個大醫生救不到 哇 這個外科大醫生看到肯定搖頭啦 人家的肚子裂開 我都能救 你這個小小的傷口 還擔心我救不到 那這個不是多餘的嘛 是不是? 所以 講到五逆辦法的念佛眾生能夠得度 他可以說 是我們淨土中最重要的基礎 因為有了佛說的這個案例 我們淨土中從此就穩了 因為這個案例是代表著 所有的眾生都可以得度的證明 那有些人就是看不懂啊 結果說 五逆十二念佛得度的例子是特別的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這樣 大概一千個裡面 只有一個是這樣而已 那各位 這就是看不懂 不會講話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亂講話的呢? 為什麼? 就好像說 現在有一個廣告 就寫著說 你現在買我的刀 這個刀是可以切菜的 結果你買回去了 發現這個刀根本不能用 菜切不了 一千個買回去 只有一個人可以用 其他999個都不行的 那各位 如果我們遇到這種事情 我們會講這個是什麼事情呢? 我們都會說 你這個叫詐騙啊 是不是? 你這個廣告騙人啊 明明一顆說的可以切菜 結果買回去 這麼多人不能用 那你這個肯定是騙人啊 所以有些人說 無逆念佛消夜是特別的 不一定每個人都這樣 大概一千個當中 只有一個人可以而已 那你這句話是直接說 佛是騙人的 佛是說謊的 佛說可以 結果你講不一定 那代表說 佛講的是騙人的啦 所以你看 會介紹念佛跟不會介紹念佛的人是有差別的 你不會介紹的 就直接誹謗佛的都有 要知道 歷代的祖師基本上都是常常引用佛所講的 忤逆念佛得度的例子來說的 為什麼? 因為 這是給我們最大 最穩的信心 你講了忤逆十惡的眾生都能夠念佛得度的話 那誰還不行呢? 你這個一講 你這個信心就穩了 你這個心就安掉了 其他都不用再說了 我們又不是說要去模仿忤逆十惡的惡業 而是通過佛講的這個例子 讓我們對阿彌陀佛的救度有信心 讓我們對念佛有信心 因為如果說今天不是忤逆十惡念佛得度的案例 我們怎麼可能有信心呢? 各位 如果今天人家告訴你說 觀信菩薩念佛能夠消業 請問這個能夠給我們信心嗎? 當然不行啊 人家會說 那是觀信菩薩 我又不是 所以 這樣忤逆十惡念佛得度 才是給我們眾生最震撼 最可靠的信心來的 曾經有一位監獄主管 他就分享他自己的經歷 有一次 他看過一位犯人 這個犯人大概70歲 他可以說是犯罪累累 一輩子殺到淫妄 被抓了很多次 所以 活到70歲了 他一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監牢裡面度過 那這次又是犯法了 被抓了起來 那這次恐怕是很難再出去了 因為年紀大了嘛 那年紀大了 就會生病 更何況 像像時的犯人 雖然晚年 業障就特別的多 那有一次 這位老犯人生病到非常的嚴重 他就被送到這個醫院去 剛好輪到這位監獄主管來照顧他 當時犯人還在昏迷當中 所以 這位主管就一邊照顧他 一邊給他念佛 這位主管剛好是念佛的 結果沒有想到 他念佛這樣子一個小時以後 這位犯人就從昏迷當中醒過來了 念佛就醒過來了 那主管看到以後 馬上趁這個機會來勸他念佛 所以當時把阿彌陀佛的悲願 把忤逆十二 把歷史上那些造怨造罪 張善河 殺雞 殺牛等等 念佛得度的故事來告訴他 他是一個犯人啊 你跟他講這些 他是最相應的 你這個時候 如果你還跟他講什麼高僧大德 念佛得度 他根本是聽不進的 還是惡劣的眾生念佛的例子 還是比較好 所以 有些人就是不懂啊 因為整天講的念佛的例子 都講的是誰呢? 就是講那些出家念佛一百年的 你講這個 基本上是聽聽而已啊 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做不到啊 雖然是這位主管把那些張善河等等 惡劣眾生念佛得度的 這種平實的道理 平時的故事講給他是最好的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這位老犯人 他是大喊大叫的 他一直喊說 有鬼啊 有鬼啊 不要來抓我 我不要去 他大白天啊 這位老犯人就對這空氣大喊大叫 所以各位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業障現前了 所以主管在旁邊看到的時候 馬上大聲給他念佛 也勸他跟這一體念 這時候 犯人就開始動動嘴巴念佛了 結果沒有想到 大概就這樣子念佛一個小時以後 這犯人突然就說 鬼不見了 鬼不見了 阿彌陀佛來了 阿彌陀佛來了 就這樣子面帶微笑 安詳的往生淨土了 過後 他們這些主管 為犯人處理生後事的時候 其中一個就說 哎呀 這個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犯人 到最後可以走得這麼好的 而且當時 鎖在犯人腳下的鎖頭 一般是很難打開的 但是這一次是輕輕敲兩下就開了 所以那些其他人 雖然他們沒有信仰的 但是他們就說 這肯定是阿彌陀佛保佑 才有這樣子的結果的 那世間人說保佑嘛 要不然他們在監牢這麼久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犯人是這樣的 所以各位 我們看 佛講五逆十惡念佛能夠消逸這個真理 放到四海都準的 這是放到現代的故事啊 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 所以怎麼能夠說 講五逆十惡念佛是特例 是巧合呢? 只要現在佛講出來了 它就是一個事實 誰念佛都一樣的 你要講斷惡修善 是可以講 佛弟子都應該做的 但是 你就不能說 一定要修心人才可以念佛 業障深重的反而就不行 你這個就講錯了 因為阿彌陀佛 祂是普渡一切念佛人的 就是不管什麼根器的眾生念佛都一樣 各位 你想想看 故事的犯人是一輩子70歲 犯了無數殺到淫忘 而且是犯法哦 他是一輩子都關在監牢裡面的人 沒有給佛頂禮過一次 沒有一次去過寺院 沒有給佛供養過一分錢 那我們平常人 業障在眾 基本上你是很少比他更加嚴重的 是不是? 你們哪一位有做過監牢的啊? 他是做過一輩子的監牢呢? 就算你比他要嚴重 還有五逆十惡給我們墊底啊 那麼那些人都可以 為什麼反而我們不行呢? 難道說我們比他們更加嚴重? 所以道綽大師就說 出入豁然啊 就是觀經 五逆念佛消夜的因緣 讓我們知道了 我們眾生解脫的路 從此變得無比的寬敞 沒有邊緣 阿彌陀佛度眾生就是沒有條件 誰念佛 誰都能夠得度 只是後來的人 他就把阿彌陀佛的路越變越小 像有些人說 沒有誦經 單單念佛的 不可以 沒有拜三消夜的 單單念佛的 也不行 沒有慈奏 沒有修戒定會修行的 沒有都是六根的 沒有三學六度的 沒有十大願望等等的 一大堆都不行 本來念佛是一條很寬敞的路 結果人就亂加條件 把阿彌陀佛的路越變越窄 窄到最後 到了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看 如果有些人不認識這個淨土宗的 都是念佛沒有信心的 誰敢說自己念佛決定能夠得度呢? 像有些人總是認為說 當然念佛還不夠 還有些人都不敢說自己決定能夠往生淨土 提都不敢提 我們如果提了 念佛決定 100% 能夠得生淨土 當然念佛就可以 他還以為我們發瘋 亂講話呢 其實是他自己發瘋 還講別人亂發瘋 佛從來都沒有講過 誰念佛沒有用的 唯一是講不行的 就是《無量壽經》提到的 《圍處無逆誹謗證法》 就提過一次 其他都沒有講了 連這個《圍處無逆誹謗證法》 最後在《觀經》裡面也翻盤了 因為佛在《觀經》就說 《無逆誹謗法》的眾生 念佛也可以消掉這個業障 也可以得生淨土 簡單來說 念佛從此以後就沒有條件了 我們可以翻開這個《淨土山經》來看 佛從來都沒有說過一句 哪個念佛會不行的 只有人才會講念佛沒有用啊 各位 所以道綽大師你看就說 大聖加十 勸歸極樂 這裡講的大聖是誰呢? 大聖就是佛 只有佛才有辦法知道念佛的利益 只有佛才會勸我們的念佛 就是連菩薩他都不明白 為什麼念佛這麼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祖師善有大師就想 菩薩其實都在學習當中 他們還沒有圓滿 所以自然的 菩薩就還會有不知道的地方 可能說為什麼勸念佛啦 為什麼念佛這麼好啦 那肯定就沒有辦法理解全部 好像現在在大學裡面 雖然說大學的碩士已經很高級了 但是比起博士的話 他可能還有不懂的地方 因為碩士畢竟還不是博士 他也不是什麼知神的教授 那自然有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菩薩雖然說已經很高級了 哇 我們一般人看到菩薩也只有頂禮的份 但是各位 佛畢竟才是最圓滿的 古人說的 佛就像十五的月亮 菩薩就像十四的月亮 雖然十四的月亮很圓 但是始終比不上十五的月亮 所以如果說 菩薩講的跟佛講的不一樣的話 我們要相信佛講的才是 而不是菩薩的 你不能說菩薩這麼說 我就要聽佛講的我反而不要 我們就是要聽教授博士的 就像聽阿彌陀佛的這樣才對 例如說有一天你看到 菩薩說的跟阿彌陀佛講的不一樣 阿彌陀佛說 連五逆十二眾生念佛幾聲也可以得度 但是你看到其他菩薩反而要求很多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相信阿彌陀佛的話 就不要聽了菩薩所講的 我們看善寶大師說 養券一切有緣往生人等 唯可深信佛誉 專注奉行 不可信用菩薩的不相應教以為以愛 抱獲自迷 廢師往生之大義也 善寶大師就解釋說 我們要聽佛的話 菩薩不相應的話 就不能拿來懷疑佛所講的 菩薩是菩薩啊 但是如果跟佛講的不一樣的話 還是不要聽 我們聽佛的就好 這樣 我們最後就能夠安心的念佛 決定能夠得生淨土 因為往後我們面對任何人對念佛的懷疑 我們就不會受到影響了 像有些人可能懷疑說 哎呀 怎麼講這個念佛沒有條件的 怎麼還說 忤逆辦法的人念佛也可以 那這樣的懷疑 我們就覺得很正常 因為善寶大師說 這樣念佛的道理 是連菩薩都不知道的 更不用說是普通的人啊 甚至有些出家人 不明白 也是正常的 因為念佛法門的道理 本來他就是佛的語言 連大菩薩都沒有辦法理解全部的 那就更不用說是普通的出家人啊 所以有些人懷疑他也是正常的 因為他們始終是人 他們還沒有成佛 他們沒有成佛 又不信佛 所以自然他們就懷疑 就不接受 那我們沒有成佛 我們也接受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我們沒有成佛 但是我們信佛 我們信佛 自然我們就接受了 所以我們對於那些懷疑念佛的人 我們不但不會受到影響 反而我們對於懷疑的人 還要勸他 勸不了他 還要可憐他 因為善寶大師說 懷疑不接受南無阿彌陀佛的人 他就等著要失去大利益了 是啊 各位 佛宗師王成就萬德洪名 南無阿彌陀佛送來給我們的 他竟然不要 他是準備要吃虧的 好像說 今天政府說 給禮物給每一個人 結果有人懷疑 不相信 他認為說 哪有這麼免費的東西的 天底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結果他不去拿 每一個人都拿了 只有他自己懷疑的 沒有得到 所以這些人是可憐人啊 我們也不用因為他們不接受 就生氣 吵到不可開交的 這個沒有必要 其實全世界還有很多人是信其他宗教的 他們都沒有信佛 更沒有說是信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看到不信的人 我們也不用這樣特別的生氣煩惱 我們在那裡擔心 憂慮 甚至生氣 這是自尋煩惱而已 所以我們遇到的時候 就自己先相信 先念佛 先接受了 就過一個安心 安樂的念佛生活 那對方他這一生可能不接受 我們就念佛祝福他 我們自己則先到淨土 到時我們拉著阿彌陀佛的手 再回來勸他接受就好了 就盡力而為就行了 古人說的 所以 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學習的 今天是要講我們眾生在這個時代 解脫的路在哪裡呢? 那總結來講 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了 因為今天剛才看到道綽大師所講的 今天我們在這個世界 要靠我們自己來斷煩惱成就 根本是不可能的 這個煩惱太多了 學佛的人基本上都不可能斷煩惱的 所以還是念佛法門最有希望 因為在《觀經》 佛說了五逆十二念佛的例子 真的讓我們看到 所有眾生都能夠得度的機會 因為五逆十二它是全法界最惡劣 最沒有善根 最沒有修行的代表 那這樣子的眾生念佛都可以消夜 都有功德 都可以得生淨土成佛 那要代表說 所有的眾生都可以了 所以佛都勸我們念佛就是這個道理 也唯有佛才有辦法說出這樣子的利益 普通的人 甚至菩薩 都可能不知道有這樣子的好處的 或者背後的道理都不能夠理解全部 所以當我們遇到別人不懂 別人懷疑是正常的 我們也不用因為別人懷疑 我們就動搖 畢竟念佛法門是佛境界的法門 一般人他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我們就來聽佛的話 來念佛就好 所以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學習的 我今天先講到這裡 那各位如果聽了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就是 我們這一次也是換了一個新的錄影棚了 大家可能看到有點不一樣 這是換了新的方式 那好 那我們下一次再繼續學習這個安樂集 今天先到這裡 Namma Amitabha L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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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tabh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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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b no djb no Lama Amit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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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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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发菩提心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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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